感恩大致大悲观音菩萨 感恩陆金鸿台长陆师傅 很请台长帮我看看我女儿 她是否有灵性在身 她是1996年属老鼠的 当然啦 一个灵性很大 对 经常发脾气 对 晚上喜欢把门关起来 不愿意理别人 对 不愿意跟你讲话 对 全对 你这个灵性要把它念掉的 不念掉的话 这个小女孩以后会严重自闭 现在已经自闭症了 对 小时候是蛮好的 是后来灵性上升的 对 这社交几年的社 看见了吗 是自己的亲人吗 还是外边的 外面的 对 也有 惹过来的 对 他玩游戏啊 灵性游戏啊 一个鬼上升的 是一个男的现在 在他身上 对 通常他感觉到 而且可以看得到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经常突然之间醒过来之后 看见一个人影在他的床边上 对 故障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这种病看不好的 只有念经 对 我现在刚开始 你吃素了没有啊 通一半一半 通通通通通常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吃鱼骨头不吃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吃一半翻过来 对 一半只有 一半结束 我告诉你 你要为他许愿的 他吃不吃啊 你叫他以后不要吃活的 听明白吗 他很好的孩子啊 对 我告诉你啊 是 你非常的 过去非常的听话 非常的对你好 灵性上去之后 开始发病了 对 而且有时候会抽筋 对 听得懂吗 发脾气是突然之间发的 是 没有道理的 对 因为鬼在身上 听不懂啊 对 而且他会经常说你是鬼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你是鬼吧 你又不是 好好念经文就好了 你看 你看我 我 你看我 我给他能量加持了 你看他笑了 开心了 看见了吗 脸不一样了吗 对 看见了吗 刚才还在身上 看见了吗 哦你 你应该叫你卢台长啊 你都知道了嘛 刚才还在身上 现在跑了 我跟你说 我有时候有意的 讲的时候 我都有气场过去的 灵性叫他跑掉 这小女孩 其实人长得也很漂亮 人也很乖 他也手很勤快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对他们也是很偏爱 你妈妈 你欠他的很多 上辈子 所以你会还他的 我告诉你 他妈妈 跟他的关系 就不是太好 对 鼓掌 我告诉你 我随便看一看 什么都知道 他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 要人家说他好话 他开心 因为他身上那个鬼 就是要人家说他好话 所以以后你要冲着他 哎呦 你好凉啊 哎呀 你怎么好啊 怎么好 他就开心了 实际上鬼开心了 你要帮他念经 小房子一共要念360章 360章可以 念掉之后 这个还 还而已呢 可以 可以 明白了吗 还要给他放生 2400条 2400条 好吗 OK 好 还有 就是要让他 每天要晒点太阳 背 晒太阳 脸 他不要晒太阳 背晒太阳 他的阳气严重不足 对 好吗 对 其他没什么 叫他每天念一点 心经和大悲咒 好 好吧 好 现在我告诉你 那个灵性经常 他睡觉的时候 经常压他身 对 对 他晚上有时候都睡不着 我告诉你会叫的 听得懂吗 他经常看见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卡他脖子啊 跑到他身上来 对 有时候他说 他不可以呼吸 看见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人不能得罪 鬼更不能得罪 所以人已经跟人做冤了 更不能去跟 这个动物再去接冤 你把他杀了 他就上你身 你杀个鸭 杀个鸡 他也会上你身的 所以很多人没死之前 因为年轻的时候杀过牛 在医院里 要知道死快 要偷牛的时候 他叫出来痛的声音 都像牛叫 就这样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不要去跟动物接冤 这个小女孩 这点小房子念完之后 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要特别当心 他的腹科 还有他的脚 他的关节很不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其他没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叫他念经 他会越来越好的 而且他很要自尊心 这个鬼在他身上 非常要面子 你就好好念经 其他不要讲 就可以了 谢谢台长 感恩台长 许个愿 以后 如果他好了 你要上台 现身说法 跟其他人一样 度更多的人 那他好得更快 好不好啊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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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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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